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年前受到的伤害和吃过的苦 而这一切恰恰就是眼前的这个人造成的 紧跟着拦起人又继续道 这么着急跟亲家见一面商讨孩子们的事情 实在是因为时间很赶 年后我就要去M国了 这次我打算把西辰带走 国内的生意就交由忘机打理 到时候还望亲家多多帮衬和提点 为无限闻眼一愣 蓝起人要带蓝西辰出国 把国内的公司让蓝战管理 可是蓝战现在在他眼里 可还是个癌症患者 他怎么舍得蓝战受累 难道 魏无限扭头 一脸疑惑地看向蓝忘机 蓝忘机抛给他一个放心的眼神 紧跟着低下头去 在手机屏幕上滑拉几下 紧跟着 魏无限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见面显示蓝战亲亲的信息 叔父知道我没生病的事情了 魏无限瞳孔微微缩了缩 很快回了三个问号过去 问号后面紧跟着一条信息 什么时候的事 不知道 蓝忘机回到 但我昨晚跟他坦白了 他没生气 应该是很早前就知道了 我去接你的时候忘了跟你说 魏无限的心跳突然快了急拍 蓝启仁知道 蓝启仁竟然已经知道 蓝战的病是装的了 他知道蓝战装病 竟然也同意他们俩在一起了 魏无限激动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要不是时间地点和场合都不对 他一定扑到蓝忘机 把蓝忘机狠狠亲一顿 狠狠咬几口才行 他眨了眨眼睛 突然有些安耐不住自己 蠢蠢欲动的手指神经 下一秒 蓝忘机就主动伸手过来 握住他每一个细胞 都散发着兴奋的手指 轻轻捏了捏 魏无限回握着蓝忘机的手 紧了紧自己手上的力度 往后 他老爸跟蓝启仁到底谈了些什么 魏无限都没有再听进去 只觉得满脑子都被兴奋剂填满了一般 蓝启仁在明知蓝战没生病的情况下 还同意他们在一起 这就意味着他和蓝战之间 再也没有任何阻碍 他们也算是守得云开渐月明了 他们终于算是真正得到双方家长的祝福了 真好 这对于魏无限来说 事实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比你的 蓝战 魏无限用口型说了句 我爱你 虽然没人听见 也没人看见 但当着这么大一桌子的人 蓝忘机的耳垂 还是肉眼可见的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月 嘴角却是压不下去的笑意 蓝忘机把魏无限的手按到自己腿上 不让他乱动乱聊 一顿饭有惊无险 结束得还算愉快 各自道别后 蓝忘机和魏无限回了自己的小家 屋子里开着空调 暖气很足 魏无限脱了外套 回房间换了一身毛茸茸的睡衣过来 蓝忘机则是一身质赶上成的布料睡衣 正盘了一条腿斜躺在吊床里 见魏无限过来 立马伸出手去 给魏无限挪开了一个位置 魏无限坐进去 随意慵懒地依偎在蓝忘机怀里 他还被今天两家人见面 这时给砸得晕晕乎乎的 脑子也还不清楚 一时便不想开口说话 只是把半边脸贴在蓝忘机胸膛上 手指撵着蓝忘机衣领上的扣子把玩 蓝忘机把小毛毯往魏无限身上裹紧 手指捏捏魏无限脖梗上的软肉 冷不冷 不冷 魏无限抬起头来望着蓝忘机 眨断了好几下眼睛才问 蓝湛 你说 你叔父是什么时候知道你是装病的 不知道 蓝忘机想了想 我问过白医生 白医生说 他没跟叔父提过 那大概是什么时候 他在我房间里 看到了那两份一真一假的报告单了吧 魏无限按了一声 那么重要的东西 也就随便那么一放 不怕被发现啊 蓝忘机闻言笑了笑 也没说话 只是低头亲了 亲魏无限的额头 魏无限嗡了一声 我知道了 你不会是故意的吧 你压根不想瞒你叔父太长时间 你真聪明 蓝忘机夸道 我原本就没打算瞒多久 叔父他总要知道的 而我是一定要跟你在一起的 这次回来 我是做了不成功变成人的决心 不成功变成人 这话让魏无限心里一震 但还是很快笑起来 一根手指轻跳地挑着蓝忘机的下巴 有了一声 小伙子勇气可嘉 活该你得配良人 小伙子勇气可嘉